天空灰蒙蒙的 不知何时下起了毛毛细雨 帮忙抬关堆坟的乡林都走了 空荡荡的坟地里 只剩下李寡妇 还孤零零的跪在一座刚垒起的坟头前 眼泪和雨水交织 从她的脸颊无声滑落 一起往昔 夫妻俩相依相守 日子都不够 日子虽然清苦 但也不乏甜蜜 如今丈夫撒手而去 二人膝下又并无子嗣 也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爱 李寡妇不由长叹一声 看看天色渐满 只得拍了拍早已麻木的双腿 强撑着起身 嘴里喃喃说道 当家的 我得回去了 雨还在下 山路变得泥泞不堪 心神恍惚的李寡妇 脚下一滑 摔了个狗啃泥 等她好不容易从泥水中爬起来 身后这时 却有个人忽然问道 李寡妇 你看我像人吗 像 像个王八犊子 李寡妇本就心乱如麻 眼下又听到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以为是有人拿她寻开心 顿时无名火起 想都没想 就回了这么一句 说完 她也懒得去看是谁这么无聊 继续伸一脚浅一脚地朝家里走去 回到家中 李寡妇没心情吃饭 脱下湿透的衣服 钻进被窝 蒙头哭了一场 渐渐睡了过去 四日醒来 看着冷冷清清的屋子 不由又是一阵悲凉涌上心头 丈夫死了 除了留下几间茅屋和一头老驴 什么都没有 为了给她操办后事 还欠下不少银子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如今也没别的法子 可想 只能把那头驴卖了换几两银子 把债还了 只是这头驴实在太老 如今既不能拖车 也不能拉磨 除了屠夫买去宰杀卖肉 其他也没人要啊 一想到 她即将要被包皮踢鼓 下锅豚汤 成为人们的口中之时 李寡妇难免心下不忍 于是弄了些上好的草料 喂老驴吃了 挨到日头 天息才长叹一声 出门 寻买家去了 在集市上转了一圈 最后和一个中年屠夫说好价钱 约定第二天一早 来家里拉驴 天擦黑的时候 李寡妇回到家里刚推开门 就听拴在院子里的老驴 突然口吐人言道 哎 我说李寡妇 你是不是去找人来杀我了 李寡妇的活儿差点给下磨了 面无人色 不可置信地指着老驴 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 怎么会 老驴头也不抬地打断他道 你什么你 亏我这些年 在你们家没日没夜的拉摩托车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谁知道头来 没落着好也就罢了 你竟然还想把我包皮吃肉 李寡妇连连摆手 与无伦次第否认道 没 没这回事 老驴冷哼道 还狡辩 你敢说刚才不是去找屠夫呀 李寡妇啊李寡妇 在你家这些年 我绳子都不知道拉断了多少根 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不等李寡妇想好说辞 老驴继续气愤地说道 你这是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我问过我们大当家了 他老人家说 你若不好生伺候 给我养老送终 明天一早就让你遭天打雷劈 死无葬身之地 你们大当家 老驴顿时傲娇地一仰头道 我们大当家就是玉皇大帝 李寡妇听后惊疑不定 心说这驴是仙是妖啊 怎么玉皇大帝成他大当家了 可这黑咕隆咚的一头驴趴哪里跟你说话 任谁也不敢刨根问底啊 李寡妇只得战战兢兢地问道 那不知要如何伺候你老人家呀 老驴道 这个简单 我也不为难你 以后每天给我弄些鸡鸭鱼肉就成 对了 酒也是少不得的 一听这话 李寡妇脱口而出道 你不是吃素的吗 要这些干什么 老驴气鼓鼓地说道 打街起我改吃荤了不成吗 我怎么吩咐 你就怎么做 问这么多干嘛 说起来 我都有些饿了 你先去给我弄支烧鸡来垫垫肚子吧 李寡妇是暗暗叫苦 天都黑了去哪儿给他弄烧鸡呀 再说自己也没钱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转念一想 这老驴八成是成精了 留在此地只怕凶多吉少 何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 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 于是连忙硬道 好 我这就去 随即一溜烟出了家门 连跑了几里地 直到累得瘫倒在地 再也跑不动了 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道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 丈夫刚死又招惹上妖精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郑哭得伤心 却听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怕被人看叫笑话 连忙抹了把眼泪 扭头望去 来人不是别个 正是那个要买老驴的王屠夫 似乎想到了什么 李寡妇连忙起身迎上去叫住他道 大兄弟 这么晚才收摊呢 正好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王屠夫一见是李寡妇 停住脚步有些疑惑地说道 是你呀 有什么事 不会是反悔了吧 李寡妇哭丧着脸道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但不是我说话不算话 是那头驴不让我卖他呀 王屠夫顿时就不高兴了 斜着眼说道 咱的 难不成那头驴还能当你的家 做你的主 亲口和你说的不让卖呀 他这话不过是戏谑之言 谁知李寡妇却连连点点头说道 可不是吗 王屠夫顿时愣住了 李寡妇就连忙把先前老驴如何口吐人言 如何打发他出来买烧鸡的事 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王屠夫听后半信半疑 皱起眉头想了想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拍了拍腰间的杀猪刀说道 走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李寡妇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颤抖着说道 那是妖精了 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搞不好咱俩的小命都得交代在哪呀 王屠夫大眼一瞪道 清平事件 朗朗乾坤 我就不信有什么妖魔鬼怪 这事怎么看都透露着蹊跷 你别害怕 有这把杀猪刀在 我担保你没事 见他语气坚定 李寡妇深吸一口气道 好吧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想你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来到家门口 李寡妇硬着头皮推门而入 王屠夫则紧随其后 刚走进院子 果然就听老驴说道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烧鸡买到没 李寡妇只得搪塞道 这个时辰店铺都打烊了 实在没地方给你买呀 老驴很生气 陈生道和你一起来的不是王屠夫吗 就算没有烧鸡 你就不能在他那里买几块肉回来呀 听他这么一说 不光是李寡妇 就连王屠夫也震惊不已 自己可从来没见过这头老驴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姓名 看来李寡妇所言不虚 只是这老驴不但可以口吐人言 还能掐会算呀 就在二人愣神之际 老驴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赶紧的呀 去给我弄吃的来 像个木头似的储在那里做什么 难不成你们带肉来了 李寡妇闻眼脸都绿了 体如筛糠 两股沾沾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倒是王屠夫忽然眼睛一亮道 带了 带了 在我这儿呢 说着就朝着老驴小心翼翼地靠过去 带到离得近了 他却突兀地问道 要是没有带肉 你准备把我们怎么样啊 老驴似乎没想到 他会这样问 愣了一下才答道 明一早 我 我就请大当家用天雷劈你们 让你们死无 不等老驴说完 王屠夫突然抄起杀猪刀朝着他肚子下面捅去 电光火石之间 老驴的话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声尖厉的惨叫 抽出杀猪刀 王屠夫伸手从老驴的身下掏出一只早已弃绝的黄蹄子 不屑地说道 干嘛还要等明早呀 我这人可不愿意等 早就猜到是你这鬼东西在捣乱了 李寡妇看得呆了 猛然想起昨天傍晚从丈夫坟头回家时发生的事 嘴里不由念叨道 是了 是了 昨天肯定是这黄蹄子在讨风 我当时心烦意乱压根 没想到这回事 还骂了他一句 没曾想他竟然跟到家里借机报复 说完他还有些惊魂未定 心里也有些疑惑 就问王屠夫道 你是怎么知道是这鬼东西在捣鬼的 王屠夫哈哈笑道 你听说过有老驴成精的吗 何况就算老驴成精 他也不可能改变天性要吃肉啊 李寡妇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已经恢复正常的老驴 可怜巴巴地对王屠夫说道 虽然是黄蹄子在捣鬼 可我觉得他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 这驴我不卖了 成吗 王屠夫道 你不是说要卖了还债吗 李寡妇叹道 我明日就去求求那些债主 让他们缓一缓 我以后多做点针线活慢慢还吧 王屠夫人虽然长相凶恶 心地却不坏 看着李寡妇无助的模样 顿时心下一软 说道 罢了 这驴就算我买了 你帮我养着吧 说完 掏出几两岁营地给李寡妇 提着黄蹄子的尸体走了 打那以后 王屠夫就时不时给李寡妇送点吃的用的 时间一长 李寡妇的心也被捂热了 对她好感倍增 只是二人倒是循规蹈矩 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说起来 王屠夫也是中年丧妻 一直未曾续取 过得三年 两人经热心人撮合 终于水到渠成走到一起 做了名正言顺的夫妻 算是互相给了对方一个归宿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清禾镇内有一个吻婆 换之李阿婆 她凭借着一手接生的本事 很是出名 因此前来请她接生的人家不在少数 要说 这李阿婆也是一个苦命之人 她如今四食有余 却仍是孤身一人 据说 李阿婆在年轻的时候 相貌很是出众 前来追求的男子都排起了长队 而李阿婆最终便嫁给了一个名叫王顺的猎户 起初二人极为的恩爱 成亲后 仅仅过了一年 李阿婆便怀上了孩子 丈夫对她更是照顾有加 可就在李阿婆临盆之时 不料 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 村中并没有专业的吻婆 都是村中年长的村妇帮忙接生 而李阿婆当时 却遇到了难产 这些村妇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时间不免慌了心神 最终由于生产的时间过长 孩子没有保住 李阿婆也因为难产而落下了病根 从此再也不能生育 丈夫见状却没有嫌弃李阿婆 对她甚至是更加的恩爱 可李阿婆担心 无法帮助丈夫延续香火 因此便狠心离家出走 这才来到了现在的清和镇里生活 由于她自己的经历 李阿婆发誓 一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吻婆 不愿让如此之事 再发生在别人身上 于是 李阿婆便找到了 当时镇里唯一的一个吻婆 败在了她的门下 自此以后 李阿婆便逐渐地打出了名气 帮助了众多的产妇平安产子 一天夜里 李阿婆刚要睡下 房门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李阿婆打开门后 便见到一个丫鬟 正一脸焦急地站在外面 丫鬟名为小翠 是王家的下人 今夜王园外的夫人就要临盆 便让小翠赶忙 来请李阿婆过去 李阿婆见状也不敢耽误 便收拾好了东西 跟随小翠来到了王家 此时 王家上下灯火通明 全家上下都为夫人 在默默地祈祷 见到小翠将李阿婆请来 一向稳重的王园外 也不禁有些焦急地说道 还请阿婆助我夫人顺利缠子 事后我王某人定会报答阿婆 李阿婆说道 王大善人客气了 皆生乃是我的职责 定会全力而为之 李阿婆对这王园外 很是尊重 因为她经常会行善积德 帮助困难的百姓渡过难关 很受众人的推崇 因此也称呼她为王大善人 随后 李阿婆赶忙来到了屋内 紧紧留下了小翠 在屋里打打下手 其余之人都被她驱赶出门了 通过一番检查 李阿婆发现夫人的状况 甚是奇怪 因为她并没有到临盆的时候 而且还差很多日子 却突然有了如此迹象 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一时间 李阿婆也是有些慌乱 可就在此时 一股浓郁的恶臭味 从夫人的身上传来 让李阿婆险些晕倒在地 当她稳住心神之后 不禁眉头紧锁 她在刺望向夫人的眉心 见到那里隐约之间 似乎是有一团黑气存在 一时间 李阿婆便反应了过来 于是 李阿婆便对小翠低声说道 快去拿两只白鹅回来 晚了就来不及了 小翠文言 很是诧异 为何皆生还要拿白鹅 可是她知道 此时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 于是便将李阿婆的话 转告给了王元外 很快 两只白鹅便拿来了 小翠将白鹅交到了李阿婆的手里 想要看看李阿婆会怎么做 只见她将那两只白鹅 都扔到了夫人的床上 一时间 两只白鹅便扑上着翅膀 对着夫人不断地喊叫 只见夫人的表情 瞬间就变得扭曲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团黑雾 突然从她的身上飞出 落在了地上 化作了一只黄蹄子的模样 见到此景 小翠不禁被吓得连连后退 可李阿婆却一脸淡然地 看着那黄蹄子 只见她竟然口吐人言道 竟敢坏我好事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说吧 那黄蹄子便重新化作了一团黑雾 朝着李阿婆攻击而来 可此时 那两只白鹅却来到了黑雾之前 那黑雾被面前的白鹅拦了下来 似乎很是忌惮 片刻之后 那黑雾便又化作了黄蹄子的模样 恶狠狠地瞪了李阿婆一眼 随后通过窗户离开了 而此时躺在床上的夫人 也终于是恢复了正常 据李阿婆所说 这黄蹄子附身在夫人的体内 带到她临盆之际 将自己的灵魂与孩子合二为一 这样便可以取而代之 来享受荣华富贵 这也是之前师父曾经教授与她的 没想到今日真的让她遇到了 见到夫人得救 王源外甚是感激 便留下阿婆好生款待 带到天明 王源外这才令小翠去将阿婆送回了家 阿婆由于一夜未眠 身体甚是劳累 到了家便早早地睡下了 在梦里 她又回到了数年之前 梦到了爱她的丈夫 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一时间 阿婆的眼角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带到她醒来 已经快到傍晚了 此时她感觉浑身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难受 脑袋更是昏昏沉沉的 难不成自己是着凉了 一天没有进食 令阿婆腹中甚是饥饿 于是她便打算外出去 买些饭菜回来 可就在她出门的时候 却见到一个陌生的男人正站在她家门外 此时 二人四目相对 一瞬间阿婆就失红了眼眶 于是她转身便要进屋锁门 却不料被那男子一把拥入了怀里 原来这男子便是她躲了二十年的丈夫王顺 此时王顺开口道 你还要继续躲着我吗 现如今我只想陪着你度过后半辈子 你能够接受我吗 感受着丈夫的温热 令李阿婆甚是想念 这些年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丈夫 但又不想耽误她 这才躲了出来 却不料丈夫敬畏了她终身畏惧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李阿婆不愿再次辜负丈夫的苦心 最终终于接受了丈夫 自打二人重逢 李阿婆整个人都似乎是焕发了生机 每日除了接生便是与丈夫在一起 这种生活令她很是幸福 可是几日之后 李阿婆却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是越来越差 好几次接生时都快要坚持不下来 若非是自己的意志顽强 恐怕她早就撑不住了 这天李阿婆外出接生 在路过一处集市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乞丐在乞讨 可是周围的百姓都是对她冷眼相待 半天乞丐都没有讨到吃食 李阿婆为人心善 便买了一些吃食给那乞丐送了过去 乞丐一脸感激的结果吃食便疯狂地吃了起来 李阿婆见状也是微微一笑就要离开 可那乞丐却突然拦下了阿婆道 夫人等等 我见你印堂发黑 定然是有人要加害于你啊 李阿婆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便说道 不知阁下可有办法解决 乞丐用脏手抹了抹嘴上的油渍 随后在身上擦了擦这才说道 我这里有一张道符你戴在身上 到时候事情便会迎刃而解了 李阿婆接过道符 随后对着乞丐一拜 这才转身离开 带到阿婆回家之际 丈夫刚刚靠近 便见到阿婆的怀中飞射出了一道金光 将他击飞了出去 阿婆顿时大惊失色 这道符为何会攻击自己的丈夫 可他在联想到自己最近的一样 不禁恍然大悟 莫非都是自己的丈夫在捣鬼 于是他便手持道符靠近而去 只见丈夫的眉间瞬间便飞射出了一道黑雾 将阿婆给击飞了出去 阿婆痛苦地瘫倒在地 而那道符也被他扔到一边 此时那黑器竟然化作了一只黄蹄子 阿婆这才反应了过来 早就听说黄蹄子记仇 却没想到竟然达到了如此地步 那黄蹄子说道 我本想一步步地杀掉你 没想到又被你发现了 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说吧 那黄蹄子便朝着阿婆攻击而来 而此时那道符突然悬浮在了空中 为阿婆挡下了这致命的攻击 随便便见到一个乞丐从屋外走了进来 黄蹄子健壮 内心大惊 便欲要逃跑 可是那乞丐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 便操控着道符将那黄蹄子斩杀在了此处 此时丈夫王顺终于是醒了过来 这几日他被那黄蹄子操控了心神 险些又酿下了大错 幸亏被高人所救 此时那乞丐来到了二人面前说道 承蒙夫人款待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你们的愿望 说吧 只见那乞丐手中结印 随后一道金芒射出 便射进了李阿婆的体内 令他感觉自己的腹部甚是舒服 片刻之后 乞丐便说道 我夺取了那黄蹄子的造化 这才能够成全你们二人 说完只见李阿婆的腹部飞快地隆起 片刻之后便变成了那十月怀胎的大小 突然一阵剧痛传来 李阿婆发现自己就要临盆了 一时间不禁大惊 可就在此时那乞丐轻轻一点 只见李阿婆的腹部便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此时一个新生的婴孩正在他的怀里啼哭 望着眼前的孩子 李阿婆是又爱又怕 乞丐知道阿婆内心不解 便说道 这便是你当初难产的孩子 我利用黄蹄子的造化这才使得他顺利地出生 夫妻二人扑通一下便跪倒在地 对着乞丐便磕头致谢 可那乞丐却是一脸淡然 随意地摆了摆手便转身离开了 如今夫妻俩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对他更是呵护有加 取名王天赐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发生在宋朝时期 在青石县小河镇里有一个年轻人名为赵长松 他靠着捕鱼为生 原本平平无奇的他 却因为一个意外彻底地改变了命运 要说这赵长松也是一个苦命之人 从小便失去了父母 周围的乡亲们见他可怜 便带着下水打鱼 这才让他有了独自生存的能力 如今赵长松二时有余 本应是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 可是周围的女家见他穷困潦倒 根本就没人愿意嫁给他 因此赵长松经常被同龄人所嘲笑 这天赵长松早早地便出门打鱼 要说勤奋 谁都比不过他 赵长松知道自己的家境 所以他只有加倍努力 才能够攒到彩礼前 很快赵长松便挑选了一处绝佳的水域 随着网子落下赵长松 便坐在船上开始等待 此时陆陆续续的已经来了不少的村民 他们见赵长松早已经下网捕鱼了 不禁嘲讽道 你在勤快也娶不上媳妇哦 闻言赵长松也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见到赵长松没有反应 众人倍感无趣便各自散去捕鱼了 过了不知多久 突然一道惊呼传来 快看 有人溺水了 赵长松闻言望去 只见水中正有一道身影朝着他漂浮而来 看样子像是从上游冲下来的落水者 此时 众人都没有下水救人 因为一旦下水这网中的鱼便都跑了 赵长松见状丝毫没有犹豫 便跳到了水中 他从小便在水中游玩 因此水性不错 很快 赵长松便将落水者 就到了船上 此时他才发现 这是一个老人家 赵长松不敢当个赶忙 对他进行急救 片刻之后 终于在赵长松的救治下老者醒了过来 老者打量着四周 眼神很是迷茫 赵长松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老者闻言甚是感激 赵长松怕老者受凉 便早早地收网带着老者回家了 此时老者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赵长松端着一碗热茶递到了老者手里 老者健壮很是感动 表示一定会报答赵长松的恩情 可是赵长松却丝毫没有在意 通过了解 老者乃是福安县人 此次是出门做工 不料竟然遇到了劫匪 不但抢夺了他的银两 还将他扔到了水里 若不是被赵长松所救 恐怕老者可就凶多吉少了 于是赵长松为了照顾老者 便让他在家中暂时住下 带到养好身体再做定夺 接下来的几天里 老者感受到了赵长松的善意 内心很是感动 终于在数日之后 老者的身体逐渐地恢复了 这天老者将赵长松叫到了身前说道 孩子 通过这些时日的接触 我打算收你为弟子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文言赵长松微微一愣 虽然二人接触了一段时间 可是赵长松却不知道 老者究竟是何身份 如今提出收他为弟子 这可让赵长松迷茫不已 老者见到赵长松的模样 不禁笑道 不满你说 我是一个木匠 如今年老体衰 正想着寻找一个弟子传下一波 听到老者解释 赵长松不禁内心大喜 没想到老者竟然是木匠 这木匠可是极为吃香的工匠 去哪里都会有人好吃好喝的供着 自己若能学会 哪里还愁找不到媳妇 于是赵长松便跪倒在地说道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见状老者也是激动万分 便上前将赵长松搀扶了起来 算是认下了他这个徒弟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赵长松便不再下水打鱼 开始一门心思地跟着师父学习手艺 转眼 一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 赵长松便来到了镇子里盘下来 一家铺子 在师父的指导下 便开始接一些简单的供活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长松的手艺是越来越好 受到了乡亲们的支持 因此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随着赵长松成为了木匠 他在村中的地位可谓是水涨船高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一手精湛技艺 更重要的是他跟随师父学到了一些周易之术 村里凡是有些解决不了的男士 都会来请赵长松前去解决 这天赵长松正在家中做工 突然大门被人推开 赵长松顺势望去 只见村长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看样是遇到了急事 赵长松便停下了手里的供活 问道 村长 不知你为何如此慌乱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村长深深地吐了两口气 这才说道 长松 你快去看看吧 村里的张大牛出了意外 模样甚是恐怖啊 文言赵长松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这张大牛他很是熟悉 从小两人没少在一起玩耍 只是长大了二人才 很少见面 很快赵长松便跟随村长来到了村口 此时这里已经聚集着不少的村民了 只见一个妇人正跪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 正是那张大牛的媳妇 众人见到赵长松到来 纷纷给他让开了一条道路 赵长松来到了尸体面前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这张大牛浑身很是干瘪 似乎身上的水分都丢失了一般 赵长松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便仔细地在尸体上检查了起来 就在他毫无所获之时 突然在尸体的背部发现了一滩粘稠的液体 这也是引起了赵长松的注意 可是赵长松思考了许久也没有想到原因 于是此事便暂时搁浅了 赵长松便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 莫要步了大牛的后路 可就在三日之后 村里竟然又是发生了如此类似的一幕 又是一个村民死去 死法和当初的大牛是一模一样 一时间村民们皆是人心惶惶 赵长松又是在死者的后背 发现了那一滩粘稠的液体 于是他判断此事定然是妖物作祟 于是他便连夜制作出了许多的道福分发给了村民 希望可以起到效果 幸运的是 在村民们拿到道福之后 此类的事件便再也没有发生过 众人皆是对赵长松极为的感谢 大家地生活也就回归了正常 一日 赵长松收到了镇里王元外的邀请 王元外因为家中公子娶妻 需要一批新的家具 便找到了赵长松做工 于是赵长松便收拾好了工具来到了王元外家 由于主家着急 赵长松便开始连夜加工 终于是赶在王公子新婚之前将工活做完 王元外内心大喜便付了他双倍的工钱 原本王元外打算留下赵长松吃饭 可赵长松却不好意思在做叨扰 便收拾好了离开了王家 此时已是傍晚赵长松脚下的步子也是不断地加快 想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家 可是天不遂人愿 就在他走到一处密林之时 突然狂风大作 天色也是瞬间阴沉了下来 还伴随着阵阵的雷鸣之声 想必是要下雨了 为了布林与赵长松急忙寻找避雨之所 可是这密林之中哪里会有避处 他只好朝着家中快步跑去 可就在这时天空便落下了大雨 很快赵长松便被淋湿了衣衫 就在他抱头乱窜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公子 外面雨大 还是来我这里避避雨吧 文言赵长松内心一喜 他发现不远处正有一处房屋 那声音便是从屋内传来的 很快赵长松便来到了屋内 只见一个美貌妇人正端坐在床边 赵长松见状急忙感谢道 多谢夫人好心收留 在下有礼了 那妇人见状急忙起身道 不打紧 我这就给你找一身干净衣服换上 说完妇人便拿来了一身衣服交给了他 妇人说道 这都是我丈夫生前的衣物 还请小哥不要在意 赵长松接过衣物说道 多谢夫人赠衣 说罢妇人便去了拐角回避 赵长松便在床上换下了衣服 可突然他发现这床上竟然异常的滑腻 似有很多粘稠的液体 不由得让他内心大惊 于是赵长松便点燃了桌上的油灯 拿在手里 随后便朝着那妇人走去 随着赵长松的靠近 那妇人竟然是频频后退 似乎是很是惧怕亮光一般 赵长松终于确定了内心的想法 他不禁怒声喝赤道 你这妖孽竟然还敢出现 真当我奈何不了你吗 那妇人见到自己暴露 身体便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竟然是一条鲜鱼精 鲜鱼精说道 你这臭木匠阻碍我修炼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说罢鲜鱼精便朝着赵长松飞身而来 赵长松见状在地上顺势一滚 堪堪躲过了这猛烈的一击 只见那房门都被他击碎开来 赵长松不敢怠慢 便从怀中掏出了道符 却不料都被鱼水打湿失去了效果 那鲜鱼精健壮不禁大喜 继续朝着赵长松攻击而来 赵长松眼看就要受到伤害 突然他的胸前闪现出了一道金光 瞬间便将鲜鱼精机飞了出去 带到他看清之时 发现正是当初师父送给他的那一块护身玉佩起了作用 见状赵长松急忙摘下玉佩拿在手里 只见又是一道金光射出 那鲜鱼精便被彻底的杀死了 后来赵长松找来了村民 一块将鲜鱼精台到了村里 在大家的见证下将他的尸体烧化了 总算是为死去的村民报仇血恨了 从此以后 村里有了赵长松的镇压 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赵长松也因此娶到了一个貌美的妻子 夫妻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明朝成化年间 北丰镇有个男子叫唐晨 十八岁识经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 娶了青梅竹马的柳飞絮为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小两口成婚还不到两年 柳飞絮便被一伙打家结舍的匪徒给掳去 自此便如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 受此打击唐晨变得意志消沉 整日郁郁寡欢 做爹娘的心疼儿子 数次劝他另娶一房 却都被他断然拒绝 转眼间 五年过去了 父母在这期间相继亡固 操办完老人的后事 只剩截然一身的唐晨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黯然神伤 起初妻子被掳走时 由于父母都还尚在 身为人子的他 必须留在身边尽孝 如今父母已然不在 唐晨等到一年孝满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妻之路 然而当年那伙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人海茫茫 该去何处找呢 破于无奈 唐晨便想出个非常蠢笨的法子 只要听说哪里有山匪 就不要命事地静止跑去问你们有没有掳走我娘子啊 这自投罗网般的寻妻 倒是让好几个山代王有些感动 居然没有过多为难他 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但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 后来唐晨就被独龙寨的大当家屠黑子打得奄奄一息 丢在了荒郊野外 好在他命不该绝 被一个采药郎中救起 经过救治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却成了瘸子 此时拒妻子被掳走已经十年了 成了残疾 再加上这几年一直在外奔走 家资被耗去七七八八 如今唐晨再已没有能力继续外出寻找妻子 由于常年受思念之苦的折磨 才三十岁的他面容憔悴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家里的田地已被卖光 好在还有一片竹林 为了维持生计 唐晨只得每天披竹边些箩箩挑到集市上去卖 以此换些两米度日 香灵见他落魄至此 成天又魂不守舍半死不活的 谁都不愿再搭理他 时间一长 净弄得连个能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唐晨变得越发孤僻了 这年冬天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唐晨晚上缩在被窝里迷迷糊糊 似睡飞睡 猛然间 他书弟睁开双眼竖起耳朵 外面似乎有动静 说起来 自从妻子柳飞旭被匪徒掳走以后 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呼伦觉 不管何时 只要听到外面有一丁点响动 他总觉得是妻子回来了 而每每遇到这种情形 不管有多晚 唐晨就立马睡意全无 定要披衣起床去查看 可每一次门外都是空空如也 哪里有妻子的身影 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 唐晨依旧坚信 妻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所以绝不能让他到了家门口 却进不了屋 这天晚上也是如此 听到卧房外有 嬉嬉琐琐的声音 唐晨浑身一个机灵 连忙从床上爬起来 披了件衣服推门而出 然而刚走到院子 他就听到厨房里传来的 哐当一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倒了 而更加诡异的是 随后竟然传出来一阵 乌乌叶叶的婴儿啼哭声 唐晨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端着竹台的手更是颤抖过不停 但仅仅过得片刻 他便强自镇定下来 所谓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顺手抄起根木棍 小心翼翼地朝厨房走去 当他猫腰钻进门帘 那乌叶的哭声戛然而止 借着摇曳的烛光 等唐晨看清厨房内的情形时 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是指通体有黑的小猫 弄倒了油坛 而好巧不巧 那油坛正好压住了他的尾巴 此时小黑猫正瞪着一双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唐晨 见那小黑猫瘦骨临寻 橱柜又被扒了得乱七八糟 不难猜测他一定是恶坏了 唐晨顿时心生怜悯 连忙放下手里的棍子 把油坛扶起来将小黑猫放了出来 小黑猫也挺通人性的 似乎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没有恶意 脱困后并没有立即逃走 反而围着唐晨团团转 喵喵喵地叫过不停 这是在向他讨吃的呢 可家里也没啥现成能吃的呀 给你熬粥吧 不过这得等一会儿 也许是孤单久了 唐晨也不管小黑猫听不听得懂 一边絮絮叨叨地和他说着话 一边生火熬粥 你呀 饿了就来找我 但千万不要在家里乱翻乱找 这些瓶瓶罐罐 是娘子在的时候买的 打碎了 我可饶不了你 都说黑猫有灵性 这话果真不假 但见唐晨一边忙活 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 那小黑猫却像听懂了似的 频频点头 等粥熬好后 小黑猫是连吃了几大碗 只把肚子胀得滚圆才算罢休 寒冬的夜晚喝气成霜 唐晨冻得受不了 只想赶紧钻回被窝里暖和一下 可已经吃饱喝足的小黑猫竟然还是不肯走 像是赖上它了 你既然不愿走就留下来和我做个伴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以后咱就叫你小黑吧 就这样 小黑猫留了下来 自此以后 一人一猫相依为命 唐晨孤寂的生活 平添了许多乐趣 每当思念妻子的时候 她就对着小黑猫讲起俩人的过往 而小黑猫则像个忠实的听众 安静地趴在她脚下倾听 不时还舔舔她的手背以示安慰 书说简短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按说猫类一般能活时来年就算顶天了 然而小黑猫除了体型长大了许多外 一点也不嫌老太 依旧每天生龙活虎地跟在唐晨身边寸步不离 反观唐晨 刚满五十的她早已白发苍苍 老太龙中 如风中竹与中灯 一般随时都会熄灭 人到暮年 她是越发想念妻子 每时每刻都期盼着能在临死前见上她一面 也许正是这一份之执念 才使得她坚持了这么多年吧 自知时日无多 这天唐晨颤巍巍地对小黑猫道 小黑啊 这些年要是没有你我 只怕早死了 可如今我老了 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眼瞅着是不行了 锅里有粥 你吃完后就另寻主人去吧 此后的几天 唐晨已经下不了床了 而小黑猫也自从那天后就不见了踪影 虽说是自己让她走的 可唐晨心里还是有些不适滋味 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唐晨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之际听到外面有人在叩门 这许多年来 她一直幻想着某天妻子会回来敲响房门 所以只要听到一丁点风吹草动 她都会激动不已 虽然经历了太多次失望 但她不敢放过一丝希望 唐晨强称病体 披衣起床 艰难地走到院子 而这次 她却迟迟不敢开门 生怕打开后 又是一场空 而就在此时 门外突然响起 一个女人的声音 相公 相公 快开门啊 我回来了 这声音带着哭腔 虽然苍老了许多 但唐晨还是听出来了 这是妻子柳飞絮的声音啊 一瞬间 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立即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感受到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她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一把拉开了大门 时隔三十年 夫妻再次重逢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唐晨竟然慢慢好了起来 再加上妻子 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 没过几天 便能下地干活了 人似乎也年轻了好几岁 对于过去的事 妻子不愿过多提起 只说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 由于被看管得紧 直到今时今日 才找到机会逃回来 唐晨倒也不多问 只是拍拍妻子的手安慰道 回来就好 等身体完全康复后 唐晨重操旧业 依旧披竹边螺筐 挑到集市上去卖 此时的她 一改往日的孤僻沉默 逢人就喜气洋洋地迎上去打招呼 也不管别人搭不搭茶 她都要东拉西扯说上好一会儿 而每天卖完螺筐回到家里 妻子早已做好香喷喷的饭菜 等着她了 日子若是就这样过下去 该有多好 这天 唐晨的生意不错 早早卖完了螺筐 想到妻子特别爱吃鱼 她便在摊位买了一尾鲜鱼拎着 打算带回家给妻子煲汤喝 谁知在回家路上迎头遇着个云游和尚 就在二人错身之际 那和尚突然停住脚步双手和时道 阿弥陀佛 施主请留步 师父 你有什么事吗 我见施主浑身妖气弥漫 最近家里可有发生什么怪事 怪事 唐晨摇摇头道 没发生什么怪事 好事倒有一件 在和尚的追问下 唐晨便把妻子回来的事 一五一时说了一遍 和尚听后 眉头紧锁道 树贫松直言 你妻子早就死了 现在家里那一位不是人而是妖 不 不 我妻子对我这么好 她不可能是妖 心神恍惚的唐晨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就在当天晚上 她再次病倒了 虽然 妻子一不解待在床边照料 然而她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 到了弥留之际 她突然睁开眼睛 看着妻子深情地说道 谢谢你 小黑 文言妻子浑身一颤 等她再去看时 唐晨已然逝去 而在屋外不远处 一个和尚满面 溃涩低声自责道 阿弥陀佛 唐师主本不会带着遗憾逝去 都怪贫僧多管闲事 明朝万历年间 在福安县大同镇里 有一个屠夫 名为李秋和 他家世代经营着一家肉铺 因为从不缺金短两 所以店铺生意一向很好 李秋和凭借着这家肉铺 可以事事衣食无忧 可是如今 三十有五的年纪 却迟迟没有娶到媳妇 因为凡是嫁到李家的女子 都是短命 便有人说 这李家受了诅咒 所以便没有女子 愿意嫁他为妻了 这天店铺里来的人很少 于是李秋和早早地便收了贪 他打算去那集市上 买些吃食回家 可当他走到集市一看 却是发现前面聚集着很多人 走近一看 李秋和这才发现 是一个女子 正跪倒在地 旁边还写着卖身脏妇 李秋和看到女子的面貌 也是惊为天人 于是李秋和丝毫没有犹豫 便直接掏出了双倍的银子交给了女子 女子微微一愣 随后便接过了银子 李秋和见到女子接受不由的内心大喜 于是赶忙帮着女子收拾东西 准备去处理老人的后事 众人见状也是议论道 这女子遇到李秋和 也不知是福是祸呀 李秋和也不管别人的言论 而是立刻开始招人安排起了老人的后事 可谓是尽心尽力 一直忙活到深夜这才能坐下休息 见到李秋和如此的用心 女子不禁内心感动 便说道 既然你帮我将父亲下葬 那我便会如约嫁你为妻 李秋和文言内心大喜 由于两边的长辈都已经不在了 于是二人便简单地办了一场婚礼 就算结婚了 婚后 李秋和对妻子很是用心 二人也是极为恩爱 一年之后 二人便有了爱情的结晶 可是到了临产的这天 却是出现了一个意外 这天妻子就要临盆 李秋和急忙把镇里最好的吻婆请了过来 她在房间外面焦急地等待 听着妻子痛苦地叫声 她也是急地来回打转 转眼半天的时间过去了 孩子还是没有动静 而妻子的叫声也是慢慢地弱了下来 李秋和不禁内心大惊 就在这时吻婆突然一声尖叫道 快来人哪 出大事了 闻声李秋和急忙跑了进去 只见吻婆一脸惊骇地望着床上的妻子道 你妻子这是生下了一个怪物啊 此时李秋和这才注意到妻子身边的小家伙 紧紧一眼便让他浑身一颤 因为这孩子竟然浑身都是浓密的黑毛 而且竟然没有哭门 而李秋和却来不及在乎孩子 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失去了意识 李秋和急忙去外面把郎中请来 经过郎中的一番救治 这才保住了性命 很快李秋和家生下怪物的消息就传遍了全阵 大家都认为这就是李家的诅咒所致 可是李秋和夫妇却对自己的孩子很是疼爱 他除了有这一身的毛发 其他的地方与平常的孩子也都是一样的 于是夫妻二人便不顾别人的劝说 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家的孩子 给他取名李妍 随着李妍的长大 夫妻二人慢慢地发现他身上的毛发竟然在慢慢地减少 不禁让他们内心大喜 等李妍到了十岁这年 身上的毛发已经稀疏了很多 只不过李妍却从来不敢出门与别的孩子玩耍 害怕别人嘲笑自己 家中父母也是颇为无奈 这天晚上 李妍正在家中玩耍 突然外面的街道传来了一阵响铃之声 于是李妍便悄悄地走到了门外查看 只见一个盗袍老者正晃动的手里的铃铛 身后还跟着几个黑袍人 李妍很少见到陌生人 便有些害怕就要躲起来 可是那盗袍老者见到李妍之后 却是内心大喜 他朝着李妍快步走来 李妍大惊 一把便将大门紧紧锁住 不敢让那人进来 老者见状只好敲门 很快这里的动静便将李秋和夫妻吸引了出来 李秋和打开大门 便见到了门外的老者 不由得内心疑惑 老者急忙说道 请问令狼是否浑身长满黑毛 李秋和闻言点了点头 老者不禁心中大喜 他继续说道 实不相瞒 我乃是一个感尸将 令狼的体质乃是先天道体 只要修习了我感尸一族的秘法 方可恢复正常啊 原本李秋和听闻老者的职业还有一丝嫌弃 但是听说自己的孩子能够恢复正常便是来了精神 立刻恭敬地把老者请到了吴屋里 老者把李延叫到了自己身边 然后仔细地查看 眼神中充满了激动之色 于是便说道 这孩子天赋极佳 若是你们同意 我愿收他为图传我一波 夫妻俩思考片刻便说道 若是我儿能够恢复正常 那便交给您那又如何 见到夫妻俩同意 老者便说道 既然如此 那这孩子我便带在身边传他道述 带到他学艺有成方可返乡 文言夫妻二人虽然内心不舍 但是想到孩子的前途 便咬牙决定了下来 于是李延便跟随着老者离开了家里 时间一转 李延已经跟随师父 学艺八年有余 如今的他早就长成了一个俊郎的小伙子 身上再无异样 这些年来 他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 不仅掌握了赶尸匠的秘法 而且还清出于兰而胜于兰 隐隐有超过师父的迹象 这些年来 李延从来没有回过家 因为师父因为疾病而瘫倒在了床上 于是这两年来都是李延在身边伺候 可是最终师父还是因为疾病而离世了 李延内心悲伤 将师父后葬在了家中 并在坟前跪了三天三夜 为师父守灵 如今也到了该回去的日子 于是李延便带上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李延这些年一直跟随师父游历大江南北 也重新认识了赶尸这个职业 赶尸虽然听起来阴森恐怖 但这却是一件积德造福之事 于是李延便接受了赶尸的职业 并决定将赶尸的记忆传承下去 这天李延路过一处山林 眼看这天色便暗了下来 于是他便打算寻找一处休息的地方 否则露宿荒野可是很危险的 经过一番寻找 李延终于是发现了一处破庙 他内心欣喜 于是急忙朝着破庙赶去 他上下打量着破庙 房屋内外到处都长满了杂草 房顶也是破烂不堪 于是他便趁着还有着光亮 便收拾出了一片空地 接连数天的赶路早已经让他筋疲力尽 于是李延便早早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李延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一个白衣女子正站在自己面前 李延不禁问道 姑娘 你也是来此借宿的吗 闻言白衣女子不禁浑身一颤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公子 你能够看到我的身影吗 李延突然发现 这白衣女子的脚下竟然没有影子 不禁心中一紧 糟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遇到了鬼魂 师父曾经告诫过他 绝对不要轻易地和鬼魂交谈 否则会牵扯上因果 想到此处李延猛然站起 他从怀中掏出了师门的宝物铃铛 对准女子说道 你这鬼魂 死后不去投胎 反倒来此 今日我便将你降服 说完便摇起了铃铛 瞬间一道道肉眼看不到的波纹 便朝着女子攻击而去 那白衣女子瞬间就被击飞了出去 原本李延还想着上前攻击 可是白衣女子却说道 公子还请住手 小女子并没有害过人呢 小女子是有事相求才现身于此 闻言李延这才停了下来 她问道 你有何事相求素素说来 白衣女子急忙说道 小女子名为白婉婷 是福安县白园外之女 多年前因为外出游玩 被贼人劫掠于此而丢了性命 希望公子可以通知我的家人 把我的尸骨取回呀 听到这里 李延不禁一愣 她小时候便听闻过白园外 她可是福安县的大善人 没想到这女子竟然是白园外的女儿 于是李延便说道 请姑娘赎罪 是在下疏忽了 恰好我也是福安县之人 若能帮上姑娘 我一定竭力而为 白婉婷内心大喜 于是便把当初发生的事告知了李延 李延听完 也是颇为同情 于是便说道 白小姐 在下正是一个赶尸将 既然你我牵扯上了因果 那我便用秘术将你的尸骨送回 白婉婷说道 多谢公子相助 小女子来世 定然做牛做马来 报答公子 说完李延便跟随白婉婷找到了她的尸骨 于是李延便用密法令白婉婷的尸骨站立起来 然后替她套上了黑袍 既然有了任务 她也不再耽误 便继续上路了 又过了数日 李延终于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福安县 她经过打听 便来到了白家 白缘外见到了女儿的尸骨 不由地悲从心来哭得撕心裂肺 李延便不再耽误悄然离去了 她归心似箭 不多时便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院落 此时父母正在院中闲谈 见到李延进来 不禁问道 孩子 你找谁呀 李延双眼失红 普通一下子跪倒在了父母的面前说道 爹 娘 我是芽啊 孩儿回来了 文延夫妻二人 也是急忙上前查看 见到真是自家的孩子 一家人便相拥而弃 久久不能平复 自此 李延便一心留在了家里 通过白缘外的宣传 大家也都得知了李延的本事 经常会有人慕名前来邀请李延出手相助 慢慢的李延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受到了众人的尊敬 还因此收下了不少的弟子 将师父的记忆发扬光大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来丰县景德镇里有一家白记烧鸡十分出名 由于味道极佳 分量十足 因此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这天白记烧鸡的白掌柜突然接到了一个来客 此人名为陈祥 是临县中人 白掌柜便询问他的来意如何 陈祥说道 白掌柜 听闻您的白记烧鸡十分出名 小弟也不废话 便冒昧问上一句 不知这白记烧鸡的配方可否卖给小弟 闻言 白掌柜也是怒上心头 不由得呵斥道 你这矛头小子 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这配方也是你能够染指的 说着就要把他驱赶出去 可是陈祥却急忙解释道 白掌柜稍安勿躁 小弟并没有恶意 还请您听我解释啊 白掌柜见陈祥一脸的谦卑模样 也是怒气稍微消散了一些 便容许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白掌柜原本以为此人就是来占自己便宜的 可是听到了此人的一番说辞 不禁心中暗暗琢磨起来 此人的方法调理清晰 而且他开出的价格也很是吸引 若是答应了他 自己不仅赚上了一笔钱 还打开了自己的名气 想到如此 白掌柜的面容不禁缓和了下来 陈祥见状也是继续说道 今日小弟来的很是唐突 容白掌柜考虑考虑 三日之后 小弟在会宾楼设宴 到时候白掌柜再做定夺即可 说完陈祥便离开了 白掌柜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也是若有所思 很快 三日便过去了 白掌柜也被邀请 到了会宾楼中 陈祥一脸笑意地望着白掌柜说道 老哥考虑得如何了 无论生意成功与否 你我二人全当交一个朋友 文言白掌柜也是微微一笑 端起了酒杯说道 陈老弟 祝我们合作愉快 见状陈祥也是满脸的笑意 便端起了酒杯与白掌柜 共饮一杯 二人也在此签订了买卖协议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在一家店铺的门口 早早地便排起了长龙 这店铺名为陈祥烧鸡 正是那陈祥的店铺 再回看那白祥店铺 却是门可罗雀 在这十年里白掌柜想尽了办法 想着揽回顾客 可是却未能如愿以偿 再看那陈祥的店铺 是越来越红火 白掌柜更是内心恼怒 于是他便去找那陈祥理论 可是陈祥却说道 白掌柜 我沉寂苦心经营 绝对没有用卑劣的手段去陷害你 可是白掌柜根本就听不进陈祥的话 恼羞成怒的他上前 便与陈祥撕扯了起来 陈祥见他年长 也是不敢出手 便急忙闪躲开来 就在此时白掌柜却是一个不小心给摔倒在地 脑袋恰好碰撞到了那桌角之上 瞬间便昏迷了过去 见状陈祥也是内心大惊 急忙托人将白掌柜送去就医 可是刚到了医馆之中 郎中便交代道 抬走吧 人已经不行了 回去准备后事吧 陈祥也是内心惭愧 虽说是白掌柜自己失手而亡 可是他却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于是他便亲自将白掌柜送回了府上 白掌柜的夫人看到丈夫身死 也是悲从心中 在想到这些年来白府的落败 如今这府上就连下人都请不起了 于是他便萌生了死至 一头撞死在了这白府之中 见此陈祥也是心中悲叹 便请人将白掌柜夫妇厚葬了 也许真的是自己的经营影响了白家的事业吧 这也成了陈祥的一块心病 一年之后 陈祥的店铺是越弄越好 于是他便想着扩大发展 于是他便发出了告示 要招聘两个店铺的管家 告示一出便轰动了权限 因为这陈祥烧鸡的店铺管家 可是一个妥妥的肥差 若是能够当选那定然是衣食无忧了 于是陈祥店铺之中全都挤满了前来面试的人 每个人都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陈祥见此并没有烦恼 反而是欣喜万分 这次他定然能够遇到两个合适的人选了 可是一天下来 陈祥已经面试了几十个前来应聘的人员 可是却没有一个能够过关的 让他很是无奈 此时陈祥店铺中就只剩下了零零散散的几个人 其余的众人都被他否定了 这也让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 看来这陈祥店铺是不好进啊 就在陈祥准备停止的时候 从门外却走进来了一个女子 陈祥见到人已经进来 便不好再说什么 也罢 那就再试一试吧 于是陈祥便说道 我需要一个人手去打点一间店铺 若是选中的人是你 你会如何经营呢 陈祥见此人是一个女子之身 也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打算这随意应付下就结束算了 可是女子却十分自信地 介绍起了自己的经营方式 陈祥是越听越心惊 因为这女子的经营方式很是稳妥 而且还给她一种熟悉的感觉 所以陈祥当下便决定录用此人 自此之后 陈祥便在附近又开设了一家店铺 而这女子便出任店铺的管家 仅仅一个月后 这店铺的营业情况都要逼近自己的主店了 这也让陈祥十分欣慰 于是这天陈祥便设宴招待了女子 据她了解 女子名为白莲 家中父母已经去世 她自己这才出来打拼 想到一介女子都能做到如此 不禁让陈祥对她心生爱慕 于是陈祥便趁机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没想到白莲却是直接答应了 这可让陈祥激动万分 于是二人便定下十日之后便拜堂成亲 这些十日 陈祥便吩咐下人将自己的府上精心装扮一番 到时候自己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去白莲过门 突然一阵吵闹声 却吸引了陈祥的注意 她走到门外一看 原来是一个乞讨的阿婆来到了自己的府上 而下人正一脸嫌弃地将她驱赶 陈祥内心不忍 便上前拦了下来 陈祥掺扶起阿婆问道 老人家 请问您需要些什么 阿婆说道 年轻人 我腹中饥饿难忍 这才来讨要一些呀 陈祥便吩咐道 来人将阿婆带到府上备好饭时 切不可再做不敬之事 于是阿婆便跟随下人来到了府上 有了陈祥的命令 阿婆便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不仅吃饱了肚子 就连外衣也换上了新的 阿婆望了一眼 忙碌的陈祥便满意地离开了 很快陈祥的大婚之日便到来了 由于陈祥平日里乐善好施 因此周围的乡亲们都前来祝福 因此陈家也是热闹非凡 于是在大家的见证下 陈祥终于是娶到了娇妻 人逢喜事 陈祥不免多喝了几杯 不知不觉地便睡了过去 突然陈祥便听到有人在喊着自己的名字 他抬眼望去 竟是先前的阿婆 阿婆说道 回屋时要小心 屋里中之人并不是你的妻子 闻言陈祥内心一紧 本想着问明白一些 却不料被人叫醒了 他环望四周 自己还在婚礼之上 原来是个梦啊 很快 陈祥便留下了管家招待众人 自己便晃晃悠悠地来到了洞房之中 不料此时屋中却是漆黑一片 不由地让他心中疑惑 突然他便回忆起了阿婆的话 莫非这屋中真的有危险吗 于是他便打算离去 可就在这时 屋中的房门却是轰然关闭 只见那床上之人正向着自己靠近 带到走近一看 这可把陈祥吓得够呛 因为这人的模样正是那死去的白掌柜啊 此时白掌柜正一脸邪笑地望着陈祥 随后便说道 都是你害得我失去了一切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说完白掌柜便朝着他攻击而来 陈祥吓得也是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 从门外却是飞进了一根拐杖 将白掌柜击退开来 随后便见到那之前的阿婆走了进来 陈祥瞬间便松了一口气 阿婆说道 莫要再执迷不悟 否则你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时白掌柜却仍然是满脸的怒意 死死地盯着陈祥似要将他吃掉一般 就在此时房门突然打开 白莲却是走了进来 白莲对着白掌柜开口道 爹 我去查遍了陈家的底仗 他们并没有陷害于你啊 此时与他无关啊 闻言陈祥不禁浑身一颤 原来自己的妻子竟然是白掌柜的女儿 原来他答应自己就是为了查明真相 原来只有他一个人被耍得团团转而已 陈祥说道 白掌柜 你当真不知道你白记落寞的原因吗 只是你自己不敢承认罢了 闻言白掌柜也是不禁握紧了双拳 陈祥继续说道 你为了盈利不仅卖的缺金短两 而且还以次充好 让乡亲们吃坏了身体 怎会有好生意呢 你连最基本的原则都打破了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闻言白掌柜终于是吐出了一口浊气 望着自己的女儿 又看了看陈祥 最后也是说道 都是我的错呀 如今我只有最后一个愿望 希望你能好生对待我的女儿 莫要因为我而牵扯到她呀 闻言陈祥也是扑通一下跪倒在了白掌柜的面前说道 岳父大人 我定然会好生对待莲儿 请您放心 见到陈祥如此的真诚 白掌柜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便慢慢的消散了身形 经过了这次的事情 让陈祥夫妇也是再也没了隔阂 陈祥也将妻子的店铺改名为了白祭烧鸡 在夫妻二人的经营下店铺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二人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万历年间 在福林县大广镇内有一个偏僻的村落名为大黑寨 村子三面环山 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以连通外界 很少会有生人来此 村子里面住着五十多户人家 由于背靠山林 因此大家大多数都靠着捕猎为生 有些猎户带着猎物到城里去卖 换取了不少银两 所以大家纷纷效仿 日子是越过越好 村子里有一个老者 人称袁阿公 他是在五年前来到这里的 据说此人通阴阳 小八卦 是个活神仙 不过却很少出手 可当乡亲们见到袁阿公的时候 却是微微皱眉 因为袁阿公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补丁 这件破衣服不知道穿了多久 就连那鞋子也是破了几个大洞 哪里有什么高人的样子 活脱脱的一个乞丐啊 可凡是见过袁阿公出手的人 便不会再轻视他了 就在几天前 几个孩子跑到了山上去玩 一直到了深夜都不见回来 这可急坏了家里人 于是大家便发动了全村的乡亲上山寻找 要知道这山上野兽众多 特别是到了夜里 更是危险万分 就连成年人都不敢在夜里独自上山 更别说这几个孩子了 于是乡亲们点燃火把 聚在一起上山寻找 这样可以以防野兽的袭击 可是一个时针过后 还是没有找到那几个孩子 这可急坏了大家 于是一股不祥的预感 出现在了大家的心中 莫非这些孩子真的遇到了野兽吗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村民喊道 快来人啊 孩子们都在庙里呢 文言乡亲们赶忙 回身看去 在不远处有一座破庙 据说这庙 自打建村的时候就存在了 只不过一直荒废至今 早就断了香火 乡亲们赶忙跑到了庙前查看 果然发现了失踪的孩子 只见他们一个个的都晕倒在了庙里 家里人纷纷上前查看 发现孩子身上并无大碍 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大家便抬着孩子们回到了家里 不过奇怪的是 三天都过去了 这些孩子却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这可急坏了人们 于是大家便来到了城里 请来了经验丰富的郎中 经过一番检查 郎中也是皱起了眉头 在他看来 这些孩子并没有什么问题 那有为何会昏迷不醒呢 见到郎中都无计可施 乡亲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于是便有人说道 听说村里的袁阿公 有着不俗的本事 倒不如请他来看看 闻言 乡亲们也是打算死马当活马医 便将袁阿公请到了家里 众人见到袁阿公的模样 纷纷嗤之以鼻 都以为他的本事是吹出来的 所以也没有抱什么期望 很快 袁阿公便来到了孩子身前 他随意地打量了一番 便轻声开口道 这些孩子是丢了魂魄 只要把魂魄找回便好了 闻言众人皆是一愣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 便有人问道 袁阿公 不知此事该如何是好啊 只见袁阿公手中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片刻之后 便见到袁阿公对着孩子的额头一点 随后便说道 还不速速归来 众人只感觉 一阵阴风袭来 随后便见到床上的孩子竟然真的醒了过来 见状众人不禁大喜 没想到 袁阿公 竟然真的是一个得到高人 瞬间 大家的心中便充满了敬佩 原本几个孩子的父母 还想着宴请袁阿公 可袁阿公 却摆了摆手拒绝了 独自一人便离开了此处 可能这对于他来说 只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吧 如今孩子醒来 便有人开口道 我看多半是那破庙所为 还不如大家一起上山拆了它 听到这话 大家心中皆是有着同样的想法 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此邪门的事 定然与那破庙脱不了关系 所以大家便决定上山将这破庙拆除 于是村里的壮小伙便带着家伙来到了破庙之外 随着一声令下 大家纷纷上前开始动起手来 这破庙年久失修 哪里承受得住如此打击 很快变成了一堆废墟 就在此时 大家赫然发现从这破庙底下竟然钻出了一条大蛇 乡亲们不禁一漏 这年头蛇都能长这么大了 莫不是成经了吧 难道就是这大蛇在背后捣鬼不成 想到此处 大家便决定将它捕杀 一绝后患 就在大家要动手的时候 突然 一道声音从众人的身后传来 住手 你们真是胆大妄为 闻言 大家不禁回声望去 原来是袁阿公来了 自打上次 见识到了袁阿公的本事 大家便对袁阿公敬佩万分 所以 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袁阿公快步上前 来到了那大蛇的身前说道 先长莫要动怒 我带这些孩子 给您赔个不是 至于这妙与我定然会让他们重新修缮 那大蛇似乎是能够听懂人话 他打量了众人一番 便身子一缩重新回到了洞里 见状 袁阿公 这才松了口气 袁阿公转过身来对着众人指责道 你们真是无知 此乃用来供奉蛇仙的妙语 那些孩子的魂魄便是被这蛇仙所救 你们竟然敢恩将仇报 真是气傻我也 文言 众人皆是一阵后悔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做了那过和差桥的蠢事 于是大家便决定为蛇仙重修妙语 并来此重拾香火 见到大家及时悔过 袁阿公这才放心了下来 于是在大家的努力下 原本的废墟终于是恢复了原貌 为了感谢蛇仙之前的恩情 村民们纷纷上山前来供奉 让这庙雨终于是从心焕发了生机 这天 袁阿公刚刚出门便被一个年轻人拦下 年轻人说道 阿公今日是我的大喜之日 小子特来相邀 文言袁阿公一愣 他这也是第一次被人邀请参加婚宴 毕竟他在这里并没有亲人 不禁心生感动 便说道 既然看得起老夫 我定然会前去赴约 说吧 年轻人便先行离开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袁阿公也是如约而至 他见到门口有人在随里 于是袁阿公便上前掏出了遗物 那管事接过一看 却发现是一张道符 不过既然是袁阿公拿出的物件 定然不是凡物啊 管事赶忙将道符收好 邀请着袁阿公朝礼走去 乡亲们见到袁阿公来了 纷纷起身行礼 把最好的位置给袁阿公让了出来 见到众人如此的热情 袁阿公内心也是心生感动 待到袁阿公落座之后 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于是管事便高声喊道 及时已到 有请新人入场 于是在众人的欢呼下 一对新人便携手走了过来 可就在新人路过袁阿公的身旁之时 一股阴冷的感觉突然袭来 让袁阿公不禁眉头一紧 他顺势一看 不禁睁大了眼睛 只见那新娘竟然用脚尖点地 袁阿公心中不禁提起了警惕 看来此事定有蹊跷 于是袁阿公便掐指推算了起来 片刻之后果真被他发现了端倪 因为这新娘的身上竟然有两道灵魂 看样子新娘是被附体了 不过让袁阿公不解的是 他无法推算出到底是何物附在了新娘的身上 贸然出去制止 不但无法让大家信服 反倒让那新娘有了可乘之机 就在袁阿公纠结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恩人小心 他的目标是你 文言袁阿公一愣 便试探地问道 可是仙长在同我说话 随即脑海中又响起了之前的声音 果真是之前的大蛇在传音 得到了大蛇的指点 袁阿公终于是找到了办法来制服这妖物 于是 袁阿公便对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 快去拿两只大鹅过来 年轻人虽然疑惑 但是袁阿公既然开口便有他的道理 于是年轻人不敢耽搁 敢忙去取大鹅了 于是 袁阿公便起身说道 大家提高警惕 这新娘被妖物缠身 莫要被他跑了 文言大家皆是一惊 这新娘看着似乎没有问题呀 为何袁阿公会说这样的话 此时新郎也是说道 阿公 我这妻子正常得很 如今 及时已到 若是再不成亲殿错过机会了呀 而那新娘 竟也开口道 阿公 你看我哪里像被妖物缠身的样子啊 您别拿我打去了 可是袁阿公却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想法 就在此时 之前的年轻人带着两只大鹅跑了进来 袁阿公 袁阿公见状赶忙接过大鹅说道 有没有问题 马上便知分晓 只见袁阿公将两只大鹅朝着新娘一扔 那两只大鹅便自发地朝着新娘撕咬而去 新娘发出了一道异样的叫声 随即便见到一道魂体从她的体内飞出 竟然是那黄皮子的模样 眼看黄皮子便要离开 突然一条大蛇出现拦下了她 黄皮子见状大惊 便赶忙调转方向离开 可是后路已经被袁阿公封死 巨蛇趁机赶忙上前一口吞噬了黄皮子的魂体 原来这黄皮子是蛇仙的死对头 之前孩子的魂魄便是被这黄皮子牵引而出 欲要吞噬壮大自己 可是却被大蛇发现救了下来 如今黄皮子又要下山夺人魂魄 于是大蛇便联手袁阿公将她的魂魄引出 由于黄皮子魂魄离体实力大减 所以大蛇才可以如此轻松地吞噬了她 经历了此事之后 袁阿公便让乡亲们逢年过节去山上奉上贡品 由此一来大蛇便开始护佑村子的周全 村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怪事了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帆安县内有一个偏远的小镇洛水镇 镇内有一个尼瓦匠名为李天赐 凭借着一把好手艺在镇里也算是小有名气 李天赐命运凄惨 刚一出生便极为的虚弱 父母担心她不好养活便偷偷将她扔在了路边 幸亏被一个阿婆捡到并带回了家 阿婆内心善良便将她留在了家里 并为她取名李天赐 阿婆平日里靠着缝补些衣物来赚些银两 养活自己都是男士 更别说再加上个孩子 可是阿婆宁愿饿着自己也不肯苦了孩子 周围的林社听闻后也是内心感动 经常会拿出些粮食来帮助阿婆 在大家的帮助下李天赐这才得以长大 可是阿婆却因为一场大病撒手人寰 李天赐便又成为了孤身艺人 林社的阿婆见她可怜 便介绍她去做了尼瓦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一年的时间 天赐便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匠师 手艺远超他人 天赋极高 于是天赐告别了师父 自己回家便开设了一间瓦将铺子 由于天赐做工精良 因此名声势越来越大 前来找他的主家越来越多 随着天赐的努力劳作 家中的日子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如今天赐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经常会有梅人上门说梅 可是天赐却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女子 这天天赐刚做完了宫活赶路回家 就在路过一处密林之时 突然一道呼救的声音传来 让天赐不禁停下了脚步 莫非是谁遇到了危险不成 于是天赐便赶忙朝着树林深处跑去 待到靠近一看 只见一个美貌女子瘫倒在地 腿上的鲜血流了一地 在他的正前方正有着一头壮硕的野猪 天赐见状不禁大惊失色 于是他赶忙来到了女子身前 捡起了一个木棍怒声喝道 你这畜生还不速速离去 真是好大的胆子 谁知那野猪似乎被突然出现的天赐给激怒了 便脚下用力朝着天赐狂斑而来 女子见状不禁脸色一僵 随即赶忙喊道 公子快逃 这野猪不能硬抗啊 可是天赐想要躲避早就来不及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用木棍狠狠地砸向野猪 哪知这野猪力大无穷 瞬间便将这木棍折成了两段 天赐也被顶飞了出去 天赐感觉腹中一阵翻涌 一股剧痛险些没让他昏迷过去 可是那野猪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二人 又是调转方向朝着女子攻击而去 天赐大惊 他从包袱中掏出了刀具 挥舞着便朝着野猪跑去 由于刀具很是锋利 瞬间便将在野猪的后背划开了一道伤口 野猪吃痛便放弃了攻击女子 飞身朝着天赐扑了过去 天赐躲闪不及便被野猪压在了身下 可是天赐却抓住机会一刀便捅进了野猪的体内 恰好击中了要害 那野猪不甘地挣扎了几下便没有了动作 天赐从野猪的身下爬出 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女子见状连忙过来查看 见到天赐并无大碍 便跪倒在地说道 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 小女子定当感激不尽 天赐打亮着面前的女子 不由得一愣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貌之人 一时间不禁出了神 就连身上的伤痛都忘却了 女子见状不禁害羞地低下了头 天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于是天赐便说道 不知小姐家住何处 我还是先送小姐回家疗伤吧 女子说道 我是王源外的女儿王婷婷 公子的救命之恩我王家定然 会以大礼相待 文言天赐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这女子竟然是王源外的女儿 那可是大户人家 城里的首富啊 怪不得这王小姐如此的美貌 由于王婷婷腿上有伤 天赐便只好背着她前行 如此举动 让二人皆是脸色羞红 一路上都没有说上几句话 等到了王家 王源外赶紧请来了郎中 为二人医治 幸亏都是些皮外伤 并无大碍 王源外得知 是天赐救下了自己的女儿 便在家设宴热情招待了天赐 并拿出了白两白银 作为谢礼 可是天赐却婉拒了王源外的好意 在她看来 这只是顺手而为的事情 这么多的银两她受之有愧 见到天赐如此的品性 王源外不禁对她高看了几分 待到九足饭饱之后 天赐便提出离开 可就在此时 王小姐却突然开口道 李公子 不知你可曾婚配 文言天赐一愣 随即便说道 在下不才 未曾婚配 王小姐文言一喜 便说道 若是公子不嫌弃 小女子愿意嫁你为妻 听到王小姐的话 天赐心中不禁激动万分 她对王小姐本就有着好感 如今王小姐挑破这层关系 天赐不禁心中兴奋 可是王源外却突然开口道 胡闹 你是我王家之女 怎能嫁给一个平民之辈 王婷婷说道 父亲 自打李公子救我的那一刻起 我便决定 非他不嫁了 还望父亲成全 王源外说道 我也不为难你 若是这小子能够拿出千两白银作为彩礼 我便同意你们的婚事 文言王婷婷不禁一惊 便出口道 这千两白银谈何容易 可是天赐却说道 一言为定 我李天赐一定会带好彩礼来迎娶婷婷过门 还望王源外不要食言 王源外说道 你只有一年的时间 若是你能做到 我定然会遵守诺言 天赐坚定地望向王婷婷说道 等我 最多一年我定会来此娶你为妻 说罢天赐便转身离开了王家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天赐便接了数不清的宫活 每天都会劳作到深夜 可是一番努力下来 得到了银两却是少之又少 让天赐不惊心中焦急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一个月后 天赐刚刚做完了宫活 来不及休息 便朝着另一家走去 这一个月来他的身条 销售了许多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 可是他却丝毫不敢懈怠 就在他路过一处急事之时 突然一个摊位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那摊位上正摆着一只巨龟 体形之大甚是少见 那摊主见到天赐望来不禁介绍道 小哥真是好眼力 这可是新到的好货 要的话 我给你便宜些 此时巨龟的眼神中 不禁闪露出了一丝哀求 让天赐甚是意外 莫非这巨龟还能通晓 人性不成 天赐不禁回想到曾经阿婆告诫他的话 万物皆有灵气 少做些杀生之事 多结善缘 方可平安富贵地度过一生啊 于是天赐内心便决定将巨龟买下 天赐问道 这巨龟多少银两 文言摊主不禁一喜 便说道 不多不少 只要十两银子 天赐眉头一紧 借一个宫活最多二两银子 这人开口就是十两银子 真当他冤大头了 于是天赐二话不说便要离开 那摊主见状不禁一惊 赶忙说道 小哥莫走 你来说个价格 若是可以你便拿走 天赐便开口道 最多五两银子 可以我就买下 不行 我就离开 文言摊主不禁一脸肉疼 他原本想着卖个高价 可是这巨龟却迟迟卖不出去 若是再留在手上 恐怕日后更不好出手 于是摊主只好硬了下来 于是天赐便带着巨龟来到了河中放生 天赐说道 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不要再被人捉住了 快快离开吧 不料那巨龟却突然口吐人言道 我本是这河中的龟仙 却不料被人给捉了去 幸亏被恩人相救 听到巨龟的身份 天赐不禁居公行礼道 仙长既然获救 便赶忙离开吧 莫要再被别人发现了 巨龟说道 恩人记住夜里去那老桥下面 你的难题便可以解决了 说罢巨龟便没到了水里消失了 天赐则是记住了巨龟的话 到了夜里便来到了老桥下面 这老桥有一定的年份了 由于年九十休便没有人来此过桥了 天赐便在这桥下寻找了起来 不知道据龟说的是何物件 突然一道亮光从水里传出 天赐不禁一喜 便伸手摸了过去 带到拿起一看 不禁心中大惊 竟然是一颗夜明珠 有了这宝物 与王元外的约定便可以达到了 天赐不禁内心感激 看来多行好事定然会有好运啊 于是天赐便将夜明珠卖掉换了银两 王元外见状也只好遵守约定 将女儿嫁给了她 天赐也凭借着剩下的银两做起生意 凭借着夫妻俩的努力 生活是越来越好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俗话说 哪有少女不怀春 元香秀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美人 提亲的人几乎踏破了家里的门槛 但她眼高于顶 一个也没相中 已至年过二十 还未曾许配人家 但她近来却有些不对劲 有时吃着饭都在偷偷地吃笑 眼角没烧 还带着娇媚 元母不禁有些担忧 于是私下找女儿谈心 元香秀便略带羞涩地向母亲道出了实情 原来 前不久她和村里几个女子去逛庙会 岂料人多拥挤 她和同伴走散了 到的傍晚时分 人们逐渐散去 她还没有找到同伴 只得硬着头皮一个人朝家里走去 但她毕竟只是个柔弱女子 独自走在荒郊野外 难免心里发虚 一边走一边瞻前顾后 没留意到路面 不慎踩在土疙瘩上 把脚给扭了 痛得她娇喘连连 冷汗直冒 就在这时 一辆装饰精美的马车 缓缓停在她身旁 随后有个面如关玉的少年公子 掀开帘子 对她温柔一笑说 姑娘 天色已晚 你孤身一人赶路 可不安全啊 姑娘要是不嫌弃 不妨上车来 让我送你一程 见对方面容俊逸 袁湘秀不禁芳心荡漾 完全忘记了女儿家的矜持 鬼使神差登上马车 就见那少年公子一身姿衣盘腿而坐 冲她微微点头 马车很是宽敞 袁湘秀坐在少年公子身侧 说出自家住址 少年公子听后轻唤了一声柳三 马夫立即会议 恭敬应道 知道了 公子 说完一仰马鞭 驾 马车就朝前飞驰而去 袁湘秀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遇到让她心动的男子 然而当下却是情男自今 不时偷眼去看那个少年公子 越看越是爱慕的锦 于是主动问道 冒昧问一下 公子是哪里人呢 少年公子笑着回答 我是东山的 公子贵姓 我姓柳 柳公子成亲了吗 没有 得知对方是单身 袁湘秀不禁心下暗喜 但又觉得不太可信 于是追问道 柳公子生得好像貌 怎么可能还没娶媳妇呢 柳公子叹息道 没遇到众义的呀 说完看了 袁湘秀一眼 接着又说 姑娘花容月貌 只怕是早已名花有主了吧 袁湘秀同样叹息一声 哎 我也没遇到众义的呢 不过 今日遇到公子 倒是众义的很呢 不知道 公子看我如何呀 柳公子文言脱口而出说道 姑娘美若天仙 正是我寻觅已久的人呐 话音刚落 两人四目相对 寒情默默 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 马车很快停在了袁湘秀家的门前 他们只得一一惜别 但在车上的时候 柳公子已经信誓旦旦的 对袁湘秀许下承诺 等他回家秉明父母 就会尽快前来下聘提亲 打那以后 袁湘秀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一心在家 等待欣赏人前来 想到以后和柳公子花钱月下 朝夕相对 过着神仙眷侣一般的幸福生活 他连做梦吃饭都忍不住 笑出声来 说到这里 袁湘秀有些担忧地说 娘啊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他怎么还没派人来提亲呢 袁母得知女儿只是想嫁人了 不禁长叔一口气 正要安慰几句 这时就听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有人大喊 有人在家吗 母女俩顿视一眼 猜测是柳公子脱眉来提亲了 于是大声应道 来了 来了 开门一看 就见门口站着个干净得体的媒婆 胳膊上还挂着个碎花包袱 母女俩赶紧把人迎进屋里 袁湘秀的父亲得知有人来提亲 也走出来接待 还让女儿欺茶奉上 媒婆走千家踏万户 一张巧嘴能说会道 先是把袁湘秀一顿夸 随后直奔主题说 我是受东山柳家所拖前来提亲 你们的闺女生得俊俏 和柳公子简直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说着便打开包袱 从里面取出一支金钗 一个金手镯 外加九个金元宝 接着说 这些是柳家的聘礼 要是你们同意 那就定在下个月十五成亲 看着如此丰厚的聘礼 袁母不禁欣喜若狂 袁湘秀也在一旁不停地识眼色 示意母亲赶紧答应下来 只有袁府 不知道 女儿早就和这个柳公子见过面 还想见一见人再说 袁母便把她拉到一旁 把女儿相中柳公子的事 简要说了一遍 袁府听后再无话可说 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 一家人高高兴兴 收下聘礼 把媒婆恭恭敬敬送出门 目送她走远才一起回屋 谁知走到客厅一看 三人全都傻眼了 放在桌上的金钗 金手镯 还有那九个金元宝 竟然全都变成了石头 一家三口猛然意识到 这是遇到妖物作祟了 顿时被吓得失声大喊起来 四邻听到动静 纷纷跑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袁家夫妇便把来龙去脉和众人说了一遍 当中有个乡邻听后就皱眉说道 东山那地方我最熟了 可从没听说有这样一户人家 倒是有传言说 东山深处有个洞穴 里面住着一窝有倒横的黑蛇 我看你们家多半是招惹到他们了 原家夫妇听后更是吓得半死 不停喃喃自语 这可怎么办呢 说是下个月十五就要来迎娶我家闺女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可不能坐视不管啊 这时有个老者走出来说道 东山有蛇腰的事 我也略有耳闻 但听人说 他们只是在山中潜心修炼 从不为祸人间 你们家的这档子是 只怕是事出有因啊 你们好生想一想 是不是曾经做过什么事得罪了他们 原家夫妇听后大摇齐头 都说见都没见到过黑蛇 怎么可能得罪他们呢 倒是一直默不作声的原香秀 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惊呼出声道 难道是他 在众人的追问下 原香秀说出了一件陈年旧事 约末七八年前 有天他去地里给父亲送饭 走到半路 看到草丛里有条小黑蛇 顿时顽劣兴起 捡起石头 把它砸得奄奄一息 看着小黑蛇 还在微微蠕动 原香秀还不尽兴 于是用随身携带的镰刀 把一根木棍削尖 然后将黑蛇的尾巴对穿而过 死死地定在了地上 之后他便继续去给父亲送饭了 然而 当他原路返回的时候 发现小黑蛇竟然不见了 当时他以为多半是被别的动物吃掉了 也就没太在意 要不是今天发生了这件事 他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听他说完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位老者叹息一声说 一切皆有因果 那条小黑蛇没招你没惹你 你这妮子为何要下次狠手啊 原是夫妇急得直跺脚 带着哭腔哀求道 输啊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您老人家见多识广 您得想个办法救救我们闺女啊 老者皱眉沉吟 半赏才说 这样好了 到了十五那天 你们把大纲倒扣 让香绣藏在里面 然后多准备些汗烟堆在大纲周围 只要那个柳公子一来 你们就赶紧把汗烟点燃 众人听后连称妙计 都说要不是老者提醒 他们差点忘记舌泪最讨厌汗烟味了 接下来的日子 原家三口是度日如年 但该来的依旧得来 转眼就到了十五这天 一大早原家夫妇就把大纲倒扣 让女儿躲了进去 又在四周放满了点燃的烟叶 刚不知妥当 就听外面锣鼓喧哗 接着紧闭的大门枝呀 一声开了 眼见躲不过 原是夫妇只得硬着头皮迎出去 就见一顶轿子停在院子里 想来里面的就是那个柳公子了 于是双双跪下 大声哭喊哀求 大献开恩啊 请饶恕我们的闺女吧 话音刚落 轿子里就传出来一声冷哼 饶恕她 六三 让他们好生看看 看看他们的宝贝女儿做了什么 一个仆人掀开轿脸 原是夫妇大着胆子望去 叫中端坐着一个俊秀的年轻人 只见她痛苦地掀开衣服下摆 露出没有脚掌的双腿 冷冷地说道 当初我离家外出游玩 被你们刁蛮顽劣的闺女打得半死 还落得个终生残疾 现在我又没有要她的命 只是把她娶回去 让她照顾我这个废人一辈子 这已经是以德抱怨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宽恕她 看到柳公子的惨状 原是夫妇对视一眼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得长叹一声 站到了旁边 此时 汗烟的味道已经四处弥漫 柳公子的一众随从面露痛苦之色 开始摇摇晃晃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 那个叫柳三的转头看向主人 见柳公子微微点头 随即张开大嘴 吹出一口黑气 满院的汗烟味立即就被吹散了 而后柳三就在主人的授意下 闯进屋里四处寻找原香秀 但她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人 正疑惑的时候 一口倒扣的大水缸 引起了她的注意 看着四周堆满了烟叶 她立即就明白了 于是上前掀开水缸 把躲在里面瑟瑟发抖的原香秀像拎小鸡一般拎了出来 原香秀最终还是被柳公子取走了 原氏夫妇看着飞驰而去的花叫哭得死去活来 然而 凡事有因才有果 原香秀平白无故 把柳公子弄成残废 照顾她一辈子似乎也不为过吧 明朝万里年间 徐州府大同县内 有一个商人名为王长生 平日里他乐善好施 广结善缘 在当地也是深受众人的敬佩 要说这王长生也可谓是一个经商奇才 仅仅几年的时间便从一贫如洗 做到了如今富甲一方的程度 这天管家突然找到了王长生说道 老爷 您不是最近想要招收一个帐房师傅吗 我这里恰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不知您是否愿意一见呢 王长生笑道 管家 既然是你推荐的人选 那我定然要见上一见 这管家名为陈凡 跟随王长生 已经有了十个年头 深受王长生的信用 所以管家提出的人选王长生 便会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很快在管家的带领下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 便来到了王长生的面前 通过一番交谈王长生便微微点头道 你就先留在这里 坐上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若是坐得好便正是留下 文言那中年人也是心中一喜 便谢别了王长生去熟悉帐房去了 一天 王长生乘坐着马车去到林县打算洽谈一些事物 可就在行驶到一处密林之时 却停了下来 王长生在马车里面听到外面一阵争吵声 便掀开了帘子向外望去 只见自己的马车前面正躺着一个老者 而他的马夫却在驱赶着他 王长生急忙下车查看 见马夫就要对那老者施暴 王长生急忙喝止道 住手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怜悯之心怎么都没有呢 马夫说道 老爷 这老头拦住 咱们不让通过 说是要给他过路费 这不是抢劫吗 王长生走到了老者面前说道 老人家 请问你为何要问我们要银两呢 老者却一脸神秘地说道 今日遇见也是你我的缘分 我这里有道符咒要卖给你 今后你要随身携带 莫要丢了 文言纳玛夫更是来气 急忙上前说道 老爷 这就是个骗子 千万不要中了他的奸计啊 王长生望着老者 心中也是思考了片刻这才说道 既然如此 那这符咒 我便买了 说着就掏出了许多银两色到了老者的手里 因为王长生曾经走南闯北 也有了一些见识 这个老者却给他一种莫名的压迫 他心中便知道此人绝对不是常人也 老者拿着银两便随意地摆了摆手 忽然间 便消失在了二人的面前 这一幕直接将那马夫吓得瘫倒在地 不禁大喊道 鬼 鬼呀 这是 王长生却说道 他不是鬼 他定然是一个得道的高人 王长生便将那符咒塞到了自己的怀中 好生保存 他相信老者的话定然是对他的一种提醒 希望能够躲过那未知的一劫吧 转眼间两个月的时间变过去了 此时在王家的一处偏院之中 正有两人在此饮酒洽谈 正是管家陈凡和新招的帐房师傅 此时二人也是对视了 一眼不禁大笑了起来 帐房师傅说道 大哥 你这计策简直是天衣无缝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王家就要改姓陈了 到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小弟呀 管家文言也是内心大喜 他拍着胸脯说道 兄弟放心 到时候我们把这王家拿下 好处定然是少不了你的 原来管家陈凡早就有谋反之心 他之所以把帐房师傅弄进来 便是为了把这王家的财富一步步地转移到自己的手里 当然他最大的依仗便是王长生对他的信任 王长生如今虽然说是家大业大 可是他却仍然是孤身一人 所以这诺大的王家基本上都被管家摸清了路子 待到时机成熟他便可以将王长生赶出这里 一切的财富就都是他陈凡一人得了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王长生虽然看似憨厚老实 但是他怎能没有留下后手呢 今夜他们二人的谈话都被外面的黑衣人听了去 片刻之后黑衣人便消失了踪影 此时在王长生的屋内 正有着一个黑衣人向他诉说着 闻言王长生也是心中意紧 他自从遇到了高人之后 便花重金请到了一批高手保护自己 并监察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没想到今日终于被他发现了端倪 其实他早就发现了管家的一丝异样 可是出于这些年的感情 他都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没想到管家的贪心竟然这么大 竟想着代替他的位置 于是王长生便悄悄地让人收集好了证据 就在管家二人作案的时候将他们抓了个正着 管家二人也是内心大惊 不知道自己的计划为何会暴露 见到管家的窘境 王长生也是内心不忍 便说道 你跟随我多年 我把你当成兄弟 没想到最后竟会有这样的结局 你走吧 从此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不料管家却面色猙獰地说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 你把我当兄弟 可是你给过我什么 今日你让我离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管家便被拖出了王家 王长生本以为自己的劫难因此度过 却不知一时疏忽 竟让自己陷入了危险之中 这天王长生正要出门 只见那符咒却从衣中滑落 他捡起了符咒便放到了一旁 他认为灾祸已过 便没有再携带的必要了 于是便离开了王家 他要去那林县见一个老友 路途不算太长 但是需要经过一处山林 那里经常有野兽出没 所以为了安全他早早的就要出发 因为许久不见 王长生的内心也是有着许多激动之色 可就在他们路过这山林之时 马车却出现了状况 一触车轮竟然是损坏了 不能再用 王长生也只好下了马车 想到距离也不算遥远 便打算走路前行 于是他便朝着林县走路前行 不知走了多远 天色也是渐渐地暗了下来 不多时竟然是下起了大雨 王长生只好在寻找一处碧雨 就在此时 他发现前方不远处竟有一个房屋 里面还有着一些光亮 看来定然有人 于是他急忙朝着前面跑去 很快他便来到了房门之外 他轻敲房门 片刻之后便有一个女子打开了房门 女子见他浑身临湿便急忙把他邀请了进来 进门之后 女子为他倒上了一杯热茶屈寒 王长生感激地说道 多谢姑娘相助 不知姑娘为何一人住在这里 女子说道 公子有所不知 我的丈夫刚刚离世 我一个父到人家也无法生存 只好搬到这山林之中苟活 闻言王长生也是内心同情 那女子见王长生身上湿透 便说道 公子 我见你身上潮湿 我这里有一套新衣 不如你先换上 莫不要生了病 随后女子便拿来了一套新衣 赠给了王长生 让他也是极为感动 王长生便不再推辞 换上了衣服 见到这雨没有停的迹象 他便在此留宿了一晚 第二日便离开了 不过离开之前 他也是留下了一些银粮 以做感谢 很快 王长生便到了好友的家中 见到好友之后 二人也是极为欢喜 便喝得是一醉方休 可没想到怪事竟然发生了 到了第二日 好友前来叫醒王长生 却发现王长生浑身遍布着黑色的丝线 模样甚是恐怖 于是他不敢耽误 便找来了附近的郎中查看 可是郎中无论怎么检查都没有发现端倪 这可愁坏了众人 就在此时 一个老者却突然现身在众人面前 老者仅仅看了一眼王长生后 便是说道 不好快快将他的衣服脱掉 那是兽衣啊 此时大家在看向王长生时 果不其然 只见他的身上正穿着一件兽衣 于是大家急忙把他的衣服脱了下来 等到衣服脱落 便可以见到他那身上的黑线 竟然慢慢地开始缩减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此时王长生这才醒来 他一眼便认出了面前的老者 不禁激动地说道 大师 你怎么来了 老者说道 我给你的符咒你为何没有携带 你险些丢了性命啊 于是老者便询问王长生事情的经过 之后便让王长生带着他来到了那借宿的地方 可到了之后 面前的一幕却让众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里哪里有什么房屋 只是一处坟墓而已 而这坟墓的主人 竟然是那陈凡夫妇 王长生瞬间也是冷汗密布 随后老者也是为陈凡夫妇做了一场法事 这才平息了此事 之后王长生无论去哪 都会随身携带着那张道福 从此再也没有了怪事发生